大家好 关于K-Mints的算法呢 我们之前已经学习完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来分析 再对这个K-Mints算法呢 再做进一步更加深入的一些分析 这K-Mints算法呢 它对这个K各自行的这个初始值选取比较敏感 不同的初始值呢 最后可能会陷入这个局部几小值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之前运行的算法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得到这个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下面的这两幅图 就是说下面的这两幅图呢 都是运行到了这个局部几小值里面 就是最后得到了这个剧类的结果呢 看起来不太好 比如说下面的这里这个黑色的 这里黑色的区域呢 这一部分也是黑色的区域 然后这一部分有一些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点 那蓝色的点呢只有一点点 或者是下面的这里 下面这里的话就是红色的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绿色和黑色的点呢 它们的距离就比较相近 好那这是这是这个KPX算法 它所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同的这个K值的选取 有可能会导致最后的一个结果呢 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KPX算法的第二个问题呢 是这个K值的选取问题 这个K值呢 是由我们这个用户来指定的 那不同的K值最后得到的结果呢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下面这个图 当左边这个图呢 是这个K等于3的这个结果 K等于3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呢 聚成三个类 那这里聚成三个类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蓝色的处呢 太稀疏了 就是说它这些点 它这个一个同一个处里面 它这一点 这是离的比较远 所以说这个蓝色的处呢 应该可以再分成两个处 然后右边的这个图呢 是K等于5的这个结果 那K等于5的时候呢 这个红色和蓝色的处呢 应该合并为一个处会比较合适 红色和蓝 这里红色和蓝色这两个处呢 他们这两个处距离比较近 就是说应该把这里合成一个处 感觉会比较合理一点 所以说这个K值的选取呢 也是我们这个K面值算法 它的一个所存在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选的K值值 到底你应该分成多少个 分成多少个这个锯类 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结果 这个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考虑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说它存在这个局限性 比如说下面的 类似下面这样的一些 非球型的数据呢 就搞不定了 非球型的数据 比如说 我们看到右边这里 右边这个图 右边这个图 假设我们用这个K面值算法来做的话 那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应该是像右边的这个图 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上面的这里呢 蓝色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种 它是一个类别 那下面这里红色部分呢 它是一个类别 就是说最后我们会得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发现 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它对于 对于这些数据来说 它不是一个横滑的 一个聚类的 聚类的这个结果 那一个正确的聚类结果呢 结果呢 应该是左边的这个图 左边的图就是说 这一堆 因为这一堆 这个数据呢 它们距离都很近 所以说 应该把这一堆数据呢 分成一个种类 然后这一堆数据 红色这一堆数据呢 分成另一个种类 那就是左边这个图 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一个分类的结果 右边这个图呢 分类的结果呢 就不够理想 如果我们使用K面值算法的话 最后的话 最后就会导致 它的一个结果呢 会得到右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 前面的 前面的 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呢 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给大家讲解 怎么去解 怎么样去 解决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 好 那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呢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法 我们后面课程会具体讲 那第三个问题呢 解决方法是我们的下一个具类的算法 我们下一个具类的算法呢 它是根据这个密度来进行具类的 根据密度进行具类 它就可以解决 像现在的这些问题 就是把这一些 把这里聚成一类 这里聚成一类 它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具类的效果 它可以对这样的问题呢 做一个改进 那K面值算法是没有办法改 改进这个问题的 就是必须要使用另一种 基于这个密度来具类的这个算法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收领会比较慢 那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之前 我们有讲过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minibatch K面值 那样的 就是每一次呢 我们在所有的样 所有的数据里面呢 提取一个一部分的数据 作为这个训练机来训练 不断的迭代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minibatch K面值的方法 来解决第四个问题 好 那 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第一第二个问题要怎么解决